- 另一款股份的股份是哪一款股份呢? 就是总件公布了业绩 不是说是十分做得好 主要是哪些呢? 就是澳洲业务做得不一样 业务是负面因素 我们的业务为什么不太好呢? 因为媒介是相对上的家 上周也跟大家说过 其实我们的关系是有一个媒介的指引 对于未来如果他能够控制得到 可能会有很大机会 媒介不是再大幅上升 但空间也很小 对于他改善他本身的业务来说 香港是会有一个利好的 一个企业的影响 正面的因素 香港业务其实也继续保持稳定 所以他在香港和内地都可以保持得到 稳定不稳定 他业务方面也不需要太过忧虑 你再看他的息率 其实也有4年左右 反之 如果他真的在现水平有机会 跳低一点 甚至会在现水平来说 我觉得也仍然是一种稳健 如果大家不认识 或者追求有什么很强的回报 的话 终电其实也是一个 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有进水的不是说没有的 进水可以考虑一些 网易 如果你想考虑一阵 我觉得剧终电在现水平 可能在整下 如果你不想去这个交代 但你看到金融队下去一点点的时候 大家都能看到 其实业务又不是很满下 我相信它会维持着一个长远 长远看 都是很稳稳稳定的一个表现 在现水平或者是再低一点 又不妨可以去抠一抠 这种部分 如果现在的情况下 特别是最终的 不需要说是一团百十 就是你刚刚出现的业绩 你看一下市场反应 虽然在今天 队员的低位 有些少设备也好 我觉得是最终的 可以分住多一点 分多两三次去买 这样存在 会比较好多的策略 到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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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 是 哪儿